新郎 新郎後面 碰著鮮花的新郎官 帶著伴郎們走進酒店 就是要把小姨娶回家 沒錯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大喊準備好了 要迎娶美嬌娘 她是行政院長賴清德的長子 賴婷玉 第一次在鏡頭前亮相 就是她的終身大事 恭喜 心情怎麼樣 應該很快 不好意思 賴清德的兒子看起來 似乎比較像媽媽 氣質俱秀 笑起來有點靦腆 牽著新娘走出酒店 新娘的外型甜美 一襲白紗禮服 看起來相當優雅 小郎口按照禮書 要一起回家拜祖先 賴清德的長子 在美國讀奠基博士 認識了同校的未婚妻 兩個人上個月底訂婚 婚禮選在台南的金營酒店 舉辦午宴 稀開六桌 孩子有他的想法 所以婚禮的事情 我們都尊重他 所以也因此很多朋友 都沒有邀請到 剛剛已經有祝福 我兒子跟我媳婦 早生跪止 希望明年就能做報索 新娘是北部人 兩個人打算婚禮一結束 再回到美國 繼續攻讀學位 他們是做研究的時候認識的 我也給他們助理 他們學習的領域是很相近 賴清德大兒子賴清宇 在2011年成大畢業典禮那天 和父母合照流出曝過光 這一次從美國返台結婚 邀請的賓客 只有最親近的親朋好友 連賴清德行政院上下的同仁 幾乎都沒有收到喜帖 賴清德一家行事低調 這一次就連大喜之日都不改風格 三連新聞李世宏和盛峰台南報導